大家好,我是陳紫遷律師 今天又到星期五 我為大家做一週樓市分析的時間 在未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CLS comment,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另外,希望大家可以把這條片看到最後 就可以了解這個禮拜通關之後的樓市走向 有什麼新聞和我的看法 好,我們立即開始 根據各大報章報道 主要是經濟日報 山頂的馬基先合道地皮 一塊豪宅地 就快會與40億的價錢賣出 這塊地是由馬來西亞的石礦大王 綠右家族持有的 其實是馬基先合道的30至38號地皮 早前獲香港的本利財源盒購 應該很快會逆手 這塊地是圍住山頂,當然漂亮 響盡地勢 就是可以飽覽圍廣景 而且地盤有66,650平方尺 可以建4至5間獨立屋 也挺大 私隱度極高 當然了,建完的單位 發展生一定會全部都入圍廣景 我想就是另一個超級豪宅項目 馬基先合道也是傳統的豪宅區 我覺得是可以比美 市值合購地價大概是4.43億 可重建的面積是43,322平方尺 每個謀面面積的尺價是10萬元 即是麵粉餃10萬元 其實這是近期錄得通關之後 市場最大單的豪宅成家項目 對上一宗就是華潤置地5.29億 購入南區瘦琳三村39屋地 那時候都是8.6萬 現在的荷木那塊地是金馬鄰大廈 到時會清潔一下重建 山頂的地,大家都知道有 10萬元一呎 萬來如果10萬元一呎 那你賣都要賣 很重要,天價 肯定是會創亞洲紀錄 香港豪宅地始終是東方之珠 我們的地是真藏品 真是越賣越貴 這是好事 其實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現在已經通關了 很多發展商明白到 我們內地雖然說經濟不好 但是動了很多富豪 都會想在香港買一間房子 主要來說這些是怎樣? 就是他們的身份象徵 收藏品,每個都有一間 這樣的意思 他們的價錢絕對不是問題 所以他們應該幾間房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從這宗交易來講 發展商呢 都是這樣看好後市 即是說其實現在根本 美國息口快見頂 香港已經沒有更加了 今次大銀行已經沒有加息了 美國加息都 即是說其實呢 銀根開始寬喻 即是說其實現在已經在看 因為銀行那些人看一年後的東西 至少可能你今年見頂息口 二、四年可能還要減息 有機會可能遲些 情況其實大家是慢慢 樓市最陰沉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各樣成交都OK的 這個禮拜 我又跟大家講講 自從一月通關之後 其實慢慢 中價樓、小價樓的跌勢已經揣定回升了 例如好像得如沖的康兒花園 一個指標性的屋苑 三房單位 加剛以928萬沽出 是比銀行股價高了5% 我想這個是有指標性作用的 這個沽售 因為之前很多人都明白了 大家都知道 上一年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一直在跌 樓價跌著一直比股價低 所以銀行股價一直在跌 現在好像見底回升 所以業主的叫價能力就強了 特別這些康兒花園 這些老牌的屋苑 太古城康兒花園 這些藍籌屋苑 就會用買家覺得 真的現在開始升了 零買當頭起 買家就會傾向高於銀行股價的價錢買入 其實高銀行股價5%也不是太多 我想現在剛剛開始了 那些人還沒那麼快下來 首先第一波就是人潮來說 買化妝品、購物等 食物等 我想下一波要到 應該是三月份 就會多些老闆下來買東西 當然會賣 可能有些人 上面資金有問題 可能會下來買樓 但接下來 我想老闆一路下來 就會來香港處理財務 他們兩人都會看樓 這種情況 越來越會好的 還有今天 大家都知道 今年內地 我們組國是聘經濟年來的 變成今年的經濟應該不會差 因為實際上年的基數 我們組國內地太差了 其實要有一個好的升幅 是不難的 變成今年應該是向好的 所以我也奉勸大家 如果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要買樓 現在可能是一個入市的好機會 因為 應該越遲買就越貴 是的 那今個星期 我的樓市分析就到這裡 那大家對 之後的樓市有什麼看法呢 豪宅地有什麼看法呢 是的 大家會不會買樓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 我也會和大家分析的 多謝大家